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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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morning! 大家早上好 今天又是一个 好天气 好啦,今天呢 会去一间 也是 政府族去拍摄一下 其实有好多间 因为我们有些 要经过屋主的同意 对吗?才可以拍摄 有些只能拍照 不能拍摄 有些同意,有些不同意 因为这些东西是 要得到人家的批准 我们才能做 不能这样偷偷的做 有时候是因为 某些原因 他们都肯,有些不肯 一种米养百种人 所以呢 没事,有可以拍的 我们就拍,不能拍的 我们就拍一些照片 有纪念 那还有呢,就是 我自己的包裹来了 这些包裹都是一些 栽种蔬菜的种子 这是它的种子 有些是其他的东西 因为我在外面这里 已经摘种了一些东西 在尝试了 还有 我一些 那些摘种的那些东西啊 桶啊 砂啊 铲子啊 全部都这样啊 所以我这边已经摘种了一些 那些 干工啊 空心菜 所以要试一下 种得起来的话 下来就 弄多一点 全部在吃饭吃饭 有一个东西 我们进口的这个 汤包 你看 金银子 鱼瓢鸡汤 还有 八宝 鸡汤 还有 当归 黑枣鸡汤 还有 泡生 鸡汤 还有 巴西蘑菇鸡汤 总共有五个口味 对,五个口味 这些我们是 最近才进口进来的 在 到时候会在这个 HPC 油站 上面 卖 其实这个 这个汤包还不错 因为这个汤包呢 是 诶 怎么了 没锁事 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汤包 这个汤包呢 是 那种可以 弄烧八分钟里面就可以吃了 只要煮饭 然后 弄烧它 在八分钟里面就可以享用了 挺不错的 挺不错的 如果你们喜欢喝汤的人 可以去买一买 试试看 哇塞 看到前面这辆 面包车吗 好旧的面包车哦 那个是最起码有20年的 这个车主好像把它改成了一个房车 那个车牌你看 EZ9393K 哇 这个好旧了 EZ 我好喜欢这种面包车 好喜欢这种老旧老旧的这些车 因为这些老一款的车 好有那种味道 哇 想想 快点 红绿灯红吧 哎呀没有啊 要不然我想看一下 它里面长得怎么样 再见了 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一间三房寺 旧室的 大概有40年了 OK 让我们进去里面看一下 哇塞 这一间呢 是一间旧室的 三房寺 应该要40年了 大概 它总面积是67平方米 对 比较老旧的 长方形的啦 你看我们门口呢 这边一进来呢 一样 那时候我们有拍一间在红帽桥的 跟它的那个格局差不多是一样的 你看 这边一进来呢 有个窗口 窗户 这边就是客厅啦 好 进来呢 往里面走 其实这边有副墙 墙壁呢 给我们敲了 我们已经申请了 跟政府申请了 可以敲掉 敲掉了 看起来比较宽嘛 宽了 然后把里面的东西 敲敲打打 该敲的敲 该打的打 对吗 直接贯穿进来 这里 进来了 里面呢 后面是一个厕所 公用的厕所 其实大小还好啦 都是差不多一样嘛 对吗 看 以前的不好是什么 它把那个上大号的放在里面 然后洗漱的在外面 这会弄得很湿 你看这边 如果他们那时候是调转过来的话 那个就发财了 那就会比较好 然后冲凉的在里面啊 大号的在外面啊 这样就是干湿分离嘛 对吗 里面就湿了 外面还是干干的嘛 OK 这个这边的砖还OK 应该是overlay了 要到时候 出来了 我们去两间房间看一下 这两间房间 这个房间 房间还挺大的啦 一向来以前呢 这些旧款的三房式的房间 会比较大一点 因为大概是六十千乒乓米嘛 对吗 然后还有一个储藏室 很多人呢 以前呢是怎么做呢 他把这个储藏室给打了 打通 从这边贯通 打掉 然后分一半 在中间分一半 一半做厨是给 这边的房间 另外一边做厨呢 是给主人房 你看这个 因为够大嘛 刚刚好 你懂吗 可以分成两边 所以就没有了储藏室 然后呢 这边里面 你的 你在主人房啊 或者在那个客房啊 你的厨是在里面嘛 所以你有更大的位置啊 那个其中的一个做法啦 如果你真的不需要那个储藏室 的话你可以这样做 然后呢 我们进来了这个主人房 主人房也是不错 很大 你看 放了一个大的床啊 你做 以前一向来啦 以前的那个装修的款 就是把厨做在这儿 你看它下面地上有个印嘛 我们已经跟它拆掉了 把这边弄上来啊 厨就是在这里 然后放一个床在这儿 空调机呢 就在这边外面 很standard的 以前很standard的 你看空调机是放在外面 就是这样 空调是在里面 那些管子这样走 超难看啊 对吗 可是没办法 以前的设计就是这样 然后这里也是一样 主人房的厕所 以前就是马桶在里面 冲凉的在这边 如果说马桶在这一边 冲凉的在里面的话 会更好 因为你可以把玻璃隔起来 这里玻璃隔起来 然后你的这边就干湿分离了 里面就不会湿湿了 因为很多的都是马桶在那边 洗手盆 你看冲凉浴的 就这样喷 整间湿完 其实这些也是ok啦 大小 以前的三房式的这些厕所啊 跟这些这些房子啊 房间啊 算起来还不错 还挺大的 因为这间呢 我们还没跟它弄完 因为这间有很多东西要做 它是全部敲 还有把这个墙壁给敲了 然后下来还有做地上啊 做木工 水电 油漆 全部弄完了 现在只是说 我还没有开始做其他东西 我今天刚好在附近 就上来看了一下 我还以为会有人开工 尤其是买旧的组屋 你来买的时候 最重要是看什么 第一点 漏水 那个很重要 如果你买 resale房子或者二手的房子的话 第一点去看漏水 尤其是厕所啊 的屋顶啊 两个厕所的屋顶啊 还有这个厨房的屋顶啊 上面这些啊 也没有漏水啊 然后这些好像这些很好的 完美 没漏水 还好 啊 那个 那个很重要哦 记得哦 然后这一间呢 三房市 67平方米 现在的售价大概是在 40 40 40多万吧 虽然是说老房子啊 可是 因为它地点的关系 它的地点好 它就在中央区嘛 靠近中央区这里 水吃啊 上高速啊 什么都很方便啊 这间的装修呢 装修费 花费大概在6万左右 6万左右 其实全部敲完啊 全部重新再做过 地上也 也放那个 vinal parquet 那些东西 刚才我都已经讲了嘛 对吗 全部 还是高楼啊 这里 有点凉快 这边有风 这边有风 然后看出去外面 顶楼最不好 这一点是顶楼 顶楼最担心的就是漏水而已 我都说了嘛 对吗 所以你买房子的话 这是自己 重要的东西 我都讲了 看 有没有漏水 剩水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环 其他的 其实全部都是小事 因为其他的 如果你装修的话 你整间敲完 整间铺完 那些东西 你都不用担心了嘛 对吗 好 好啦 今天这间 我就介绍到这里 等他装修完了 到时候我再来拍 还有呢 最后一点呢就是 如果看房子的话 来买房子 看房子的话 你最好是选择 早上 要不然就是早上 9点到10点 要不然是傍晚 5点到7点之间 知道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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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